第2个电源 后面第2个电源 插扇 然后开关 打开 这个是进出餐的 这个按键的话就是可以放样品 样品板的话就是稍微斜着点放进去 然后推进去卡屏 那样品板有什么要求吗 就是说要放屏 不然的话运行的时候有时候会卡住的 如果是翘起来的话 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眉标板 就屏底的这个透明的眉标板就可以了 然后选择 就是这里就是选择需要检测的波长 比如说选择450 然后如果是双波长的话 那么也可以选择就可以了 这个反正根据需要来选 检测模式的话一般就是正常快速就可以了 然后这些是一样的 然后就是这里检测的话 检测次数就是一次的话就是终点法的检测 如果多次的话 那么就是这里可以设时间间隔 那么就是一个 就是 就是一个动力学的检测 这里可以设置的 然后这里是震动的选择 可以选择开启和关闭 然后这边的话 首次和每次的话 这个是动力学的那个 检测的时候可以选择震动的模式 然后普通的终点法 当次检测的话 那么这里 这里的震动时间可以可以设置的 就是每一次就是当次检测的时候的震动 然后震动的模式有慢速中速和快速 这个反正就是根据需要来选择就可以 然后这里布局的话就是 眉标板的这个 就是孔位上的样品的分类布局 像这个是SD是标准样品 可以设置12个 然后就是比如说标准样品1 然后设标准样品2 然后设标准样品3 就这样 然后这个是位置样品是UD BK是空白 然后EP是空孔 然后NC是阴性对照 阴性对照也可以设两三个 然后这个PC是阳性对照 可以设两三个 然后这个QC是自控样品 可以设9个 也是根据需要设 就是根据你样品的这个孔位来设置 然后可以设Q1Q2这样 然后这里的话浓度设置是标准样品的浓度 可以设比如说可以设1 每一个设一个标准样品的浓度 这样的话它就会根据这个浓度 还有单位也可以选择 然后就是说它会根据你设置的浓度 然后建立标准曲线 这个是布局的设置 然后标准曲线这里的话是可以选择 有线性CPRO 还有样条曲线点对点 和和这个系数的那个就是曲线 然后 预处理的话这个是双波长检测的时候的设置 就是可以设置两个波长的习惯都是先加还是先减 这个反正根据你需要来设 然后动力学的设置的话 这个是动力学的这个类型分析 像平均数率啊最大数率啊 这些从起始和结束点来设置就可以了 这个根据需求来设置 设置完之后它就后面就是会有一个分析的数据 然后定性也是这里可以开启和关闭 然后设置定性的临界值 还有就是落阳性的范围 就是阳性是大于还是小于 然后就是落阳性是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预值的百分之多少范围内 就是被认为是落阳性或者落阴性的这种选择 然后支控的话就是刚刚设置的每一个支控样品 比如说一支控样品一的话 呃它的标准偏差是0.1 那么默认就是说是在这个范围内的话 就认为这个支控样品是满足要求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支控样品的序号 要跟这个去对应下 不然的话就是错位的话呢 就是会分析错误 然后支控样品也是可以打开或者关闭 然后模式也是有浓度和吸光度两种模式 然后设置的话就是这些 然后也可以就是把把前面的这些设置 保存成为一个就是快捷程序 然后在程序文件这里面可以查看 包括demo和这个 一共可以存20个可以快捷的调出保存的程序 然后新建的话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文 新的一个程序 然后都设置好了之后就直接点运行就可以了 运行的话很简单 就是点运行的话它会跳出来这个文件名你可以修改 反正如果不修改的话就直接回车的话 它就直接自己检测 就可以了对吧 然后检测完的话 等应该在10秒左右吧 然后就是检测完的话就是 就会自动跳到这个检测结果的界面 在10秒之前 那么мотрите 能什么 这么重的